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些所谓爆料 其实就不是那么公平的 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 就是律政司去作一个最终的决定 他是三人组其中一个 他需要去负责推动这个政改 不成功 也没有人见到是袁国强没用 所以他不成功 大家见到不成功是因为政治环境令到不成功 那你会不会说 因为他一定是因为这样 既恨在心 那我看不到有足够的理据 如果是开了一个先例 难道他每次都出来 去将内部的讨论去披露 然后说A就赞成 B就不赞成 我就决定怎样 我觉得完全不适合 你交代会怎样详细呢 他都会说 还有这个还没说过 这样 我觉得这样是没有止境的 其实这个这样的实施 我觉得不是对香港有利的实施 从2014年起 自从有这些大规模 涵盖了其中学生 转入一些示威的时候的行为 而遭检控 那个量刑 其实是很参差的 所以说起来也有一件事大家注意 其实裁判院是一个最基层的法院 这一类案件争议性大 对裁判司的压力也是大 也有相当的公众关注 大家都是想知道 会不会跟另外一个案判得很不同 上级法院的指引 就是关于这一种行为的指引 是缺乏的 所以这个是 如果律政司是取那个态 就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适合的机会 去在一个上级法院那里寻求指引的话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